Hello YouTube 今天這個影片 就完全跟Android的Apps和Game 沒有關係 今天是純粹想說一說 近來在美國那邊有一個趨勢 其實都不是近來的 都一陣子的 就是他們很 鼓勵他們 那些小朋友 就是High School Primary School的朋友 就去學Coding Coding的意思就是 寫程式 那去這裏 其實今天要介紹的 就是幾個 要教人寫程式的網站 那首先 講一講這個 code.org 好難讀啊 那去這裏 其實這個機構 就是 就是 聘請了 一些人 告訴你 在哪裏 有得學Coding的東西 那這裏 一進去這個 主題 就拍了這個 影片 那 不知道大家 認不認識這幾個人 這裏 這裏 這裏是Bill Gates Microsoft 這裏是Jack Dorsey 那他就做了Twitter Twitter 就是 中文版的微博 就是抄這個Twitter 那這個呢 就是Drew Hudson 那他就做了Dropbox 那這個 應該大部分人都知道的 Facebook Mark Zuckerberg 那他們呢 就會說 在這個影片裏 就會說 Coding 幾有用啊 接下來 這十幾二十年 都是靠這個電腦 在電腦方面 就很大進展 譬如你 Mobile App 現在還有Google Glass 其他 那些東西 全部都是Based on Fundamental programming 那 進去看看 看一看 其實是看這句而已 那他這裏就說 自己看啊 這些 英文 很簡單的 那他就是 每個人都要學 怎樣去program 電腦 因為他會教你怎樣去想 這句話是誰寫的呢 就是Steve Jobs寫的 那 Anyway 這個網站其實 都是information based的 那你就 自己進去看看 就是code.org 那 那 今天要介紹的 就不是這個網站 這個是introduction 而已 就是這個 這個呢 就是codeacademy 那 其實我自己呢 就不懂coding的 我自己呢 現在就在學coding 那 就是這個網站學的 那我都學得七七八八的了 那 我寫一個basic的網站出來 都沒有問題的 那 他這個呢 其實就很 straightforward的 那 但是呢 全部都是英文的 那 那 如果英文 普通 一般的話 那其實都不會很難的 你可以查字典 那 那 不會個字韻 那 那 那 他有分開 很多 很多 很多種不同的language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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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人現在通常都說 我想寫app啊 想寫什麼 其實呢 寫app這些東西呢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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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 你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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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你打功夫,你都要學習基本的東西才可以打 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首先,這裡其實有很多現在普通的語言 但是,sorry,沒有教你寫apps,這裡是web project 但是,現在有很多就是因為你寫,譬如你Android或者iOS的apps 它有native和不native,那你native的話就要學他們的language 如果不native的話,你可以用html加css加上javascript 然後就可以做一個簡單的app出來 又沒有人下載,那是另一回事 Anyway,這個網站其實真的學到很多東西 那,譬如這裡呢,它會教你怎樣可以做到一些字 那,又可以做到有個太陽,然後地球在那邊轉 那,其實這些呢,不會用很長的時間 用30分鐘這樣 那你學完之後呢,你自己就可以做個類似網站的東西 就可以在chrome開了去,然後呢,就做到出來的了 哇,超簡單 那,就是,為什麼要,其實為什麼要開這個video 搞這個東西呢,就是其實我以前小時候 就是想學,就是學電腦啊,學這些東西 那就沒有這個途徑給我去學 因為以前又沒有youtube啊 internet都是我,可能十歲的時候才有internet的 那,就是,始終,譬如現在你二千年出生的人 那,一開始,一出生就有internet 那,就是,各樣東西都不懂,就可以在internet找 但是,就是,其實,在網上有很多東西可以學到的 那,就是這個,如果你要一開始學的話 其實最容易就是html和css 就是教你怎樣寫這個網站的 那,它這裡呢,也都有個,有個,就是比較practical 那,它這裡呢,其實是教你一些basic,fundamental,theory啊 總之簡單一點的東西 那,它現在這裡出了一個,就是Airbnb呢,就是一個website 就給你,就是去不同國家,然後住在別人家的website 那,它簡直是把整個website呢,就copy了下來 那就教你怎樣由頭去build這個website build到一模一樣的,都幾好玩的 那,是的,那這個呢,就是code academy了 那,還有另一個呢,就是,如果你真的英文覺得自己一般的話呢 那,那就,其實,anyway,先說一下這件事 就是,你學完html、css,就跳去javascript,之後再學jquery 但是呢,這個過程呢,可能要兩個月左右 即是,如果你要熟悉的話,一個月到兩個月 那,是的,anyway,剛才說的話 就是,如果你真的覺得英文真的不太行 或者覺得真的不行的話,那還有這個 這就是,嗯,powman bar 就是,我不知道為什麼要叫炮麵 bar 那,那個website就是這樣 那,就是,嗯,國內的人出的 那,它其實,用途呢,就和Cow Academy一樣 那,它這裡是beater 即,現在,還在測試的 那,就是有中文 那,這裡是網頁製作設計與方法 我的簡體字我都讀得一般 你按進去 它就讓你 可以學了 你要先註冊 其實一模一樣,不過它是 中文 但我其實不太建議 學一些programming的language 因為始終美國那邊 出一些programming的tutorial 那些新的language 都是用英文的 所以你學了英文的那些 你就 遲些會有什麼新的東西出 你會catch up得快很多 是的 進去這裡先看看 講了這麼久 不知為什麼 我剛才想搜尋這個code academy 有什麼中文呢 其實它是用中文的 不過呢,它的中文呢 就是在這個button 可能現在正在做 還沒開始 即是有 那它會告訴你 有多少個student 登錄了 4.5mil 即是四百多萬人學 想想 將來你出去找工作的時候 即是很competitive 即是大家一起大學畢業 或者中學畢業 那你怎樣去differentiate 即是differentiate自己 和別人呢 那你可以跟別人說 即是如果你不是讀IT的話 那你可以跟別人說 是我懂得coding 這樣就有 在這個resume 就有得加分 Anyway 那麼 進去這裡 HTML Basics 那它就會告訴你 這裡為什麼要學HTML 這些東西 那之後呢 你就跟著它的 steps to the right way of test.html 這樣 這樣 那 最初 這個 什麼都不用做 那它這些 很basic的 就是你跟著它的 instruction 那 你這裡 我去壓你打這個 HTML 這樣 那你就過了一關了 HTML 那它這裡呢 HTML Basics 就有 15個 lesson 這樣 那之後 即是慢慢慢慢 它會 逐步逐步地 去 教你 即是有錢入心 那這樣 programming 這些東西 自學都 都OK的 即是不用說 一定出去 那些班的 那 因為 其實YouTube上面 都有很多resource 可以給你看 那 是的 這個 code academy 是一個 超有用的 website來的 那 如果你真的有興趣 coding的話 或者想學 寫網站 寫website 寫什麼東西都好 那就可以進去 這裡看看 或者 如果你覺得英文不能碰到 就去這個 炮面把 這裡看看 那 對 這個影片 先說到這裡 那 如果你覺得有用的話 請給我一個讚 或者留言 因為 經常介紹Android App 那些東西 除了玩之外 都可以介紹一些 學到東西的東西 不一定要玩 對 Anyway 今天就說到這裡 先